大家好 欢迎收听《正向报》的节目 今节就想继续和大家跟进一下 在美国巴尔的墨所发生的大桥倒塌的问题 这条叫做Francis Scott Key的大桥 就被一架货轮撞到之后 就像豆腐一样 整条桥就倒塌了 不单只造成人员的伤亡 和导致交通中短的情况 这次的意外 更加可能对这个作为美国东部的贸易重镇 带来可能会长达10年的重创 根据昨天在福克斯新闻电台的报导 由于这次的意外 导致整条桥倒塌了 而事发当时在桥面上有工人进行维修 很不幸这6名工人就遇上这次的意外 要知道Francis Scott Key这条桥 是连接巴尔迪摩内港 以及对面的Chesape Bay 这是当地的海运和公路运输的关键通道 由于桥梁损毁严重 更会导致巴尔迪摩港的船脊进出受到阻碍 因此会对当地物流造成长期影响 这次的影响恐怕会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多久 根据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土木系 与系统工程学系的教授Benjamin Scoffer 他就这样形容 大桥的重建工程非常浪大 从残骸清理到重新设计施工 看法就需要十年或更多 至于来自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工程学教授 Samay Bhattie也指出 重建的成本取决于将来的设计方案 要知道这座大桥最初是建于1977年 整整就历时五年 当时就耗资大约1亿1千万美元 不过时至今天就物价飞涨 可以预计重建的开支也会大幅提高 至于交通部长Pete Berdigit 在记者会上发现 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还在进行事故调查 目前仍然无法确认 要重建这条大桥要花多长时间 不过他也表示 拜登政府的基礎设施投资及就业法案 就已经有一笔大约9亿5千万美元的紧急救济基金 但具体能从这笔基金里拿到多少钱 来重建这条桥呢? 到目前他表示仍然无法确认 要知道这笔钱就是来自拜登政府的 Build Back Better Plan 重建美好未来计划的一部分 列航号至1.7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 以及社会保障计划 也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 除此之外 这笔钱也会用在教育、医保、劳工等的诸多领域 其中也有超过6千亿用在交通、电网、宽频等实体基础设施的建设 对桥梁、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等 也会进行全面升级和改造 虽然这项计划在国会遭受到强大的阻力 但拜登政府仍然希望借着这笔新的计划和撥款 可以加快在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 创造更多的就业 以及提升美国的长期竞争力 当总统拜登据说他知道这条桥倒塌的意外的时候 他也立即希望可以去当地现场考察 更加表态过希望联邦政府能够承担重建的全部费用 他这样的说法跟他之前所说的重建美好未来计划是完全符合的 而且从中也体现出联邦政府扩大公共事业的决心 不过这样 虽然联邦政府和马里兰州的政府 大家都表达全力支持的态度 但是更加需要考虑的就是 重建这项工程当中所带来的复杂和奸据 Francis Scott Key这条桥何时能够成功收复并再次通车 目前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还有就是没有了这条桥对当地的经济和民生带来什么程度的冲击 仍然是非常令人担心的 所以我们可以预见在这条桥未重建好之前 对巴尔蒂莫港的货运能力肯定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根据目前现有的资料显示 巴尔蒂莫港是美国东岸最主要的货柜港之一 在2021年当地的货柜吞吐量达到110万个货柜 相信受这次意外所影响 这个港口的吞吐量一定会大幅下降 对当地非常依赖海运的汽车、钢铁、煤炭等等的行业 是肯定会受到非常严重的打击 要知道 巴尔蒂莫也是美国东北部地区的公路运输的重要节点 这条大桥也连接着马里兰州和特拉华州的I-165 高速公路的一部分 车流量是非常高的 每日平均达到7万架左右 这条大桥 倒塌系必然会影响当区内的公路交通 恐怕塞起来一定会陷入瘫痪 更加会对当地居民的生活及经济造成巨大的不便 长此下去更加会影响当区的经济复苏和发展 事实上这次事故对美国东北部的地区也造成非常大的冲击 这个冲击是肯定会远超一座大桥或港口的 要知道 这个作为美国其中一个最古老而又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 巴尔蒂莫在美国的现代化中情也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如果我们看回过往的历史 自19世纪中叶 巴尔蒂莫就已经是美国最主要的贸易中心 在128年 美国第一条铁路 巴尔蒂莫 自我去我的铁路 就在这里建成和通车 从此也开启了美国的铁路时代 在南北战争时期 巴尔蒂莫港更加是南方联盟最主要的封锁突破口 在二战期间 巴尔蒂莫港的博船生产的重镇 藉此也为盟军输送大量的军需物资 不过在战后 这个港口也陷入衰退的船窝 由于工业的外迁 城市也缺乏资金投入进行更新 导致治安恶化 人口也持续流失 所以如今巴尔蒂莫的城市面貌是日益破败 在2015年 由于一名开快车的黑人男子 当他是被警方追捕的过程之中 就出现意外身亡 继而在当地引发大规模的骚乱 自此巴尔蒂莫也成为全美国 这些经常出现的种族矛盾的一个热点 而近年来 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努力底下 巴尔蒂莫的经济 才是有点起色 港口贸易和旅游业 也见到有不错的增长 但是 这次大桥倒塌的事件 肯定 就会导致这个城市 带来极为沉重的打击 而各位讽刺的就是 巴尔蒂莫目前所遇到的问题 在某个程度上已经反映出 美国的整体基础设施 出现落后的现实 作为一个发达国家 美国的公路、桥梁、港口等基础设施的状况 真是令人不容乐观 而根据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的评估 美国有多达11.5%的桥梁 已经是接近和超过设计所使用的年限 其中有4万3千座桥梁 被界定为结构性缺陷 是极需要立即维修和加股 甚至重建 很不幸的就是 在维修甚至改造的资金里面 还仍然是欠缺800亿美元 那么多钱 所以拜登所推行的 《重建美好未来计划》 目的就是要扭转这个局面 计划很宏大 投入资金也非常巨大 涉及的层面是全国每个角落非常广泛 但是能不能有效地付诸实施 和改善美国基础设施的状况 这个仍然是未知之数 不过无论如何 这个计划也能够给美国的经济 复苏和长远的发展 提供有力的支撑 但是我们看到目前 巴尔丁摩港是极需要 获得一笔资金来到立刻 上马重建这条大桥 那么今次的大桥倒塔 我相信亦都可以给到这个计划 一个良好的契机 给到拜登政府能够证明给人看 他的计划是可行的 虽然面对重重的困难 过往来说 巴尔丁摩 亦都面对过大桥倒塔重建的问题 在2007年位于密西西比河上的 I-35W的大桥 亦都因设计缺陷 而发生断裂塔陷 那次的意外造成多达13人死亡 145人受伤 事发之后 明尼苏达州的州议会 亦都通过撥款法案 继续投入 2.344万美元的重建 在联邦交通部 以及军方工程兵的支援下 新的I-35W的 圣安东尼瀑布大桥 只是用了13个月就完成重建 对美国的基础设施 重建项目来说 13个月完成一条大桥的重建 可以算得上神速 当然 你是不能跟中国比的 因为始终 美国和中国 大家体制有很大的分别 但是能够在13个月 里面重建一条大桥 对美国已经是一个破纪录的壮举了 在2013年 华盛顿州的塔科马埃五高架桥 亦都发生过塔含 那次意外 就导致三架车跌落河 而在事发4个月后 当时州长 Jay Inslee 亦都宣布 豪置1500万美元 建一条 临时的桥 并且 成功通车 同时他也表示 要建一个全新的新桥 需要好几年时间 可以见到 美国不是没有 应对过这些大桥 倒塌事故方面的经验 在工程和投资 虽然 通常都会高于常规的项目 但是联邦的层面 如果能够成功调动资源的话 通常都可以加快他们的重建速度 问题就在于 就算以最乐观的预期 另一条 Francis Scott Key的大桥 重建也不可能 会在一两年之内完成 因为始终 这是美国不是中国 在一个漫长的重建期间 拜迪莫 本身已经是 颇为脆弱的经济 复苏恐怕 又要再面临重创 而另一点更加令人 颇为担心的就是 由于 随着气候变迁加剧 极端天气事件 也在美国经常出现 美国本来就有很多 日久失收的基础设施 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根据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的苹果 美国全国有超过 4万座桥 处于结构性缺陷的状态 维修改造需要800亿美元 而拜登政府通过 1.2万亿美元的基建法案 只有400亿 会用在桥梁维护 所以我们可以预见 在将来 对于美国桥梁基建的重建 仍然缺乏一筆颇大的资金 恐怕 基建的问题 也会 继续影响着美国的未来 所以 在目前这个大环境下 我认为美国更加需要反思 当他们在重建这条大桥的代价 在这么高昂下 还有就是在全国范围内 有这么多的桥梁极需要维修 如果真的用10年时间 这么久去重建一条大桥 是不是明智呢? 因为始终美国 在面对着有限的资金 以及也需要确保其他 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 有没有一点能够可以更加快速 和更经济的替代方案 以缓解巴尔的摩的延离至急呢? 说到底 要用10年时间来重建 也意味着巴尔的摩 会失去这个关键的 海陆交通书楼 长达10年那么久 没有港口贸易 和公路运输 这座城市的经济 还行不行得动 真是很大问题 这么庞大的重建资金 能不能够 带来相应的长期汇报 这个也是很大的问题 最惨的就是在当地 生活的市民 能不能忍受10年时间 这么长呢? 我认为美国政府 需要权衡这个利弊 要以一个更为理性的方式 来解决这次问题 还有就是 在气候威胁 不断加剧的背景下 究竟美国要建设一个 什么的未来呢? 还有就是可能 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极端自然灾害 美国传过这么多 不堪重复的传统基础设施 能不能够 满足到 在将来的需求 以及要怎么建立一个更为有弹性 异于恢复的基础设施体系 还有就是怎么能够 可以减少对单一节点的依赖 从而提升系统的硬性 我相信这些都是 这条Francis Scott Key大桥倒塌 这次那么惨痛的事件 给美国一次很深层次的反思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拜登的重建美好未来计划 是为了寻求基础设施的更新 以及提供一次的创新机会 美国需要更加强调前瞻性的规划设计 以一个更为灵活高效 而有环保的设计模式 重新建造一个能够适应未来的基础设施体系 这点也意味着不能单纯追求快速的建设 更加需要因地制宜 灵活运用各种技术、材料以及新的工艺 才能够适应未来的变化 当然最好就能够充分利用新的技术 使到基础设施能够实现智能化的水平 其实这些项目中国真的做不少 在很多交通管理、基础设施管理上 已经大量使用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等的技术手段 美国绝对可以参考中国的做法 但是美国能不能接受得到来自中国的技术呢? 这个也很取决于美国人自己的想法 总而言之 在面对巴尔的摩的问题 这条大桥的倒塌 是一场非常严重的城市危机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到审视 也反映出美国的基础设施体系 是面临着巨大的困境的 大桥的重建虽然在所难免 但是怎样能以一个更为有弹性 更加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呢? 恐怕不单只是美国需要甚至 连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给到一个很好的机会 去怎样安排他们的基础建设的 因为毕竟你不能每次都要用十年时间去重建一条桥 更加需要一个更聪明更为灵活的解决方案 还有就是关键就是 能不能真正付诸实施? 不过虽然我说得很理想 但其实我对美国未来的情况就很悲观的 在面对着这么多的地缘政治问题 可以看到美国的政客 还有没有心思放在基建上呢? 这个就很大疑问了 好 今次就说到这里为止 下节回来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话题 下节回来